大家好 我是陈岳 近期我们不断在节目中谈及 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巨变 我们传统上的很多认知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都会被冲击 需要不断的升级 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否则可能一息之间就变得 不再认识这个世界了 那么在昨天的节目里 我们谈到了欧洲17个国家 成立的半导体联盟 那么筹集万亿人民币规模的半导体基金 用以保障在未来的半导体 全球高科技的领域 欧洲能够有一席之地 而不是现在的欧洲整个 对外科技合作都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这样的情况 今天我们把一部分的视角 移到亚洲来 来看一看日本当年的半导体霸主 在力邀台积电的情况下 终于台积电就决定 到日本去和日本政府基金 联合成立一家高端芯片的分测厂 那么如果我们十年后再来看 2020年开始的全球格局的转变 那个时候一定会感慨万千 今天的所有的决定 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公司 重要的国家所做出的决定 就决定了未来世界的走向 我们今天还会谈一谈 法国最新的一纸禁令 就否决了美国资本 在这个法国高科技公司的 一个收购案 那么相关的思路 也延续了我昨天节目里的观点 英国脱欧之后的欧洲 越来越按照自己的利益脚本 要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 另外我们今天时间允许的话 再来谈一下中国的 最近在科技上的一些进展 那么特别中国的C919 获得的重大突破 新航发推力将增加两倍的 这样一个消息 以及中国天眼正式的向全世界开放 一共全球的科学家 进行宇宙科学的探索 我们先来看日本与台积电的消息 那么根据这个观察者网 在1月5号有一个报道 就谈到了这个在消息人士的透露 在日本政府的极力邀请下 台积电将与日本经济产业省 成立合资公司 双方将以这个各出资一半的合作架构 在东京设立一座先进的分测场 那么据悉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 那么这将成为台积电 在海外设立的第一座分测场 台积电宣布赴美建厂之后 其实日本早就已经坐不住了 台积电为何突然答应 到日本去建立一个工厂呢 实际上 那么这个已经不是台积电 第一次与日本合作 在2020年的4月份 双方便就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 在日本设立先进的半导体研究中心 那么经费高达1900亿日元 大概呢 相当于人民币这个119亿元 而这一次的再合作呢 那么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日本的极力邀请 那当然了 你要如果再这个追问下去 日本为什么极力邀请 那么当然是在于 第一个呢 肯定是这个台积电 在全球半导体 它的地位的确呢 非常的厉害 技术方面 那另一方面呢 日本它试图重新寻找回 在当年的这个半导体的霸主 我们都知道当年 美国和日本签订了半导体协议 把日本呢 摁在地上 不允许它再次发展 因为我们知道 当年的日本经济呢 是这个不仅是亚洲的发展最好的 同时呢 对美国的经济呢 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竞争的压力 那日本呢 又就通过政治和军事的手段 就强迫日本 必须接受美国的条件 就是呢 把日本的台积电 那个日本的半导体呢 基本上被美国给废了啊 打残了 所以呢 这个日本呢 就极力的邀请台积电 那么第二个呢 当然是台积电 在全球的战略部署的一个转变 首先呢 日本的极力邀请 就是在这个从2020年的5月份呢 台积电宣布 到美国去设立一个 这个半导体的 这个生产工厂之后呢 日本经济产业省呢 就十分担忧 非常害怕 这将弱化日本在全球半导体当中的地位 那么为此呢 不甘落后的日本 也向台积电发出了 到日本去建设 一个立作这个半导体 生产工厂的这样一个邀请 但是考虑到日本在芯片制造 这一方面的欠缺完整的供应链 讲白了呢 就是要么你有技术 对吧 要么呢 你有市场 台积电到大陆来设立的 这样一个半导体工厂呢 非常明确 它就是看中了大陆的市场 如果就技术角度来说呢 台积电的技术呢 就这个比大陆的半导体的 就生产这个环节 技术呢 是要先进很多 这个呢 咱们事事求是 客观的 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台积电依旧愿意在多年以前 就到大陆来设立工厂 而且呢 在2020年的时候 还决定要扩大产能 扩充产线 核心原因就是你有市场 对吧 要么你有市场 要么你有技术 那么美国为什么 逼着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他就答应呢 那这个答案就要素就更复杂了 第一呢 在半导体的上游呢 美国还是有很多的 这个关键的设备 还有他的EDA的这个设计软件 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他有他自己的这个 在政治啊 各方面的话 那么对台湾本身的一个影响力在 那么谈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呢 日本在 无论是市场或者是呢 这样的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力呢 其实都是不足的 所以呢 如果去日本设立一座 晶圆的这个生产工厂呢 那么将会分散 整个台积电公司 在先进制程上的研发资源 那么台积电呢 于是就拒绝了 日本的邀请 被拒绝的日本呢 并没有死心转而呢 又开始去积极的游说 这个台积电赴日 设立先进的分测厂 那么根据媒体的分析 与晶圆厂相比呢 分测厂的投资成本呢 相对较低 而且呢 日本掌握着先进的分测材料 以及分测设备的技术 那这些呢 或许是台积电 终于点头同意 到日本设厂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除此之外呢 分析师还指出 日本在分测领域的优势 将有利于去推动 台积电继续保持在 半导体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其次呢 是台积电在全球的战略部署 根据媒体的报道 2021年 台积电对分测事业组织 有了这个 这个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 最明显的就是换帅 主管研发的资深副总经理 米玉洁呢 接手了分测事业 那么市场预测呢 他将成为台积电与日本政府 合设先进分测场重大投资案的主帅 欲再次赶超美国 对吧 那么日本呢 真的能够通过和台积电的合作 实现它的半导体领域的东山再起吗 重新去获得在全球的半导体领域的 霸主的地位吗 其实讲白了 这个在科技大转型时代 谁都知道半导体在未来的科技领域 所扮演的重要作用 因为从物联网到家电到方方面面 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都会用到半导体 即便你生产的产品里面没有半导体 但是你的生产设备 你的生产线 为了自动化的工厂 方方面面都会用到半导体 所以谁都知道半导体的重要性 那么中国日本 包括韩国 包括美国 包括我们昨天讲的欧洲 都在这方面做重大的布局 所以日本能不能再次东山再起 那就要取决于它的竞争力够不够 回到它自己的竞争能力上 那么我们回归到这一次的双方的合作上 那么上面我们提到日本吉利邀请台积电 对吧 很大程度是在担忧日本本国的半导体 它的地位被动摇 实际上这也透露出 日本仍然对曾经可以与美国叫板的辉煌岁月 是念念不忘 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在日本半导体产业最辉煌的时候 全球前十大的半导体企业当中 日本企业占了六席 然而到了2019年 日本在全球半导体市场当中 占据的市场份额已经萎缩到了6% 在美国谋求本国半导体制造领域的 进步的时刻 日本千方百计的吸引台积电这些企业 一定程度上也是希望 借此去东山再起 然而日本能够如愿达成 恐怕是非常困难的 一方面 企业它集设计与制造与一体的运营模式 它的成本已经上涨了很多 日本企业大多数都是我们前面讲的 设计制造等等放在一起的这样一种模式 以芯片生产为例 按照市场研究机构公布的数据 一条10纳米的工艺制成芯片 生产线的投资额至少是100亿美元起步 5纳米的生产线至少是150亿美元起步 到了3纳米的芯片的时候 这个数字就变成了200亿美元 另一方面 日本已经缺乏支撑半导体产业再次崛起的完整的产业链 那么据悉上个世纪90年代 得益于像照相机 随身听 对吧 这个摄像机等等 电子产品的快速发展 日本它的芯片需求大增 那么这个市场的需要 就推动了日本在半导体产业 进入全球第一梯队的 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推动力 然而到了现阶段 日本的家电产业已经大多数都没落了 那么该国的芯片需求也已经大大的减少 台积电2018年和2019年的报告也显示 在它所有的客户当中 日本企业的需求仅仅排在低5 那么不到中国大陆地区的三分之一 也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 因此未来即使是台积电在日本设厂投产 也将会主要是面向中国市场 或者是面向其他的非日本市场 同时对于我想这件事情本身 对于整个亚洲半导体的实力的整体发展 我个人还是持一种正面的一种看法 我认为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原因是什么呢 科技它本身都是从点到面的一种扩散 比如说当年的无论是操作系统 还是半导体或者是芯片等等 或者包括互联网等等 那么都是从一家公司取得突破 或者某一个研究机构 慢慢的从一个点拓展到一个面 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群雄逐鹿 对吧 很多公司都出来了彼此竞争 所以说我们经常谈到一点就是 英雄的时代它总是英雄辈出 对吧 那一个时代如果说有这种名人辈出 英雄辈出 好像特别多 对吧 那么我想台积电当然它是一个英雄 在半导体的世界里 那么它有它的地位在 那么未来的整个亚洲科技 我相信也会呈现出一种这种英雄辈出的 这样一种局面 那因此台积电选择跟日本的公司合作 到大陆来设厂 那包括韩国的企业 半导体企业也在大陆的有工厂设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彼此之间有交流 有市场的合作 有人才的培育 未来就会产生出更多的这样一个新的创新 所以它从总体上来说 我对于这件事情是持一个 如果站在亚洲整体半导体科技的发展上角度来说 我认为是正面看待的 其实无论是两岸的科技企业 还是日韩的科技公司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都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么对于以上的话题 观众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